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洗脑的故事 希特勒的男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千千万万个德国青年被纳粹思想洗脑 疯狂地崇拜着他们的援手 有些人甚至觉得 在这场情历战争中死去是一种荣耀 让人不得不觉得害怕 今天的世界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弗里德里希是一个普通的德国青年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就是弗里德里希拳击打得不错 不过有点小善良 总是不能对敌人打出最后的致命一击 有天一个德国国家学校的老师 发现了这个拳击天才 老师邀请弗里德里希去他的学校上学 他二话没说就去做了一堆体检和考试 终于成功选上了 等他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爸爸 他爸爸就疯了 啪啪啪地打他脸呢 他爸爸只想让他去工厂当个工人 看来老头还是挺有贤贱之名的 亚裔一定是觉得纳粹不会成功 弗里德里希晚上睡觉跟弟弟一起聊天 不过他们是抱着聊的 原谅我有点邪恶 不过这个姿势确实很难让人不想多呀 他弟弟还是很支持他的 当晚弗里德里希就走了 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 大家都是成年人好吧 我就偏去 路上拦个车就到了 等第二天他爸爸发信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封弗里德里希留下的信 大致内容是我走了别找我 弗里德里希顺利地进入了学校 这个为纳粹培养赶死队的学校 老师一眼就看见了他 毕竟是他亲自找来的 他们每天参加各种军事训练 累得要死 不过也有很让人开心的事情 有个家伙竟然还尿床 学校不仅学军事技能还学文化 比如犹太人怎么怎么坏 谁是列的民族什么的 有天吃饭的时候 一个牧师进来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原来这家伙是来告诉他们 你爸死了 你哥战死沙场了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 毕竟都不想让他找伤自己 但是这家伙总得找几个人 招弗里德里希进来的老师 有天找弗里德里希去拳击馆训练 还给弗里德里希看了他的荣耀 告诉弗里德里希 你努努力你也可以的 这个老师不仅教弗里德里希拳击 还教会了他不要同情心泛滥 这在弗里德里希学校的一场比赛就看出来了 以前他总是不能打出致命的一拳 现在他吓得去手了 有天老师带他们去学习丢手榴弹 前几个还好大差不差 但是有一个娘炮竟然傻不拉击的 拉下拉环就把手榴弹就地扔了 老师都吓坏了 手脚并用的跑了 这时候那个尿床的哥们站了出来 以他的血肉之躯盖住了手榴弹 救下了大家 看来不是尿床的人就是胆小鬼哈 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官二代同学 回家给他老爸过生日 然后这个大官就看上弗里德里希了 我说是欣赏不要想歪了 大官带着弗里德里希和他自己的儿子 去地下室拳击场 让他儿子和弗里德里希打拳击 官二代哪会打拳击 被弗里德里希一拳打倒 他老爹笑嘻嘻地称赞着弗里德里希 看来官二代是要跟弗里德里希绝交了 回学校接着就来任务了 一群苏联俘虏丢了 大官要他们去找这些俘虏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不过基本上都是尸体了 毕竟活着被带回去还不如死了 有天老师带他们去训练 在冰河里开了两个洞 让每个学员轮流潜水 从这头到那头潜过去 我就问了 你是拿自己当战斗民族了 这时又有突发情况了 官二代因为长俘虏的时候 给他爹惹事 被他爹教训 自己可能觉得对不起他爹 就在水里自杀了 有本事杀你爹大意灭亲的 老师又带他去打拳击 他三两下就打倒了对手 他环视众人 然后放下了手 当初那个善良的弗里德里希 又回来了 然后校长就把他开除了 在漫天白雪中 他离开了学校 影片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幸好没有上战场 不然可就不是被开除了 而是战死在沙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